哈囉大家好,我是莉雅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狗狗沒有辦法在半夜的時候睡覺 其實很多世俗有這樣的困擾 就是半夜的時候狗一直廢覺 或者是在那邊抓啊 摳啊、啃咬、吵牠們 半夜的時候都沒有辦法睡覺 或是平常族人早上在工作的時候 在家裡用電腦 狗狗就會去廢覺的煩牠 然後拿完去找牠 想要一起玩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 其實不是如何去制止狗狗 廢覺這件事情 而是去滿足牠精力的消耗 大家要知道狗狗為什麼半夜會廢覺 因為牠們早上並沒有良好的休閒活動 沒有辦法滿足牠們所有需要消耗的精力 那我們今天就會教大家一些方法 如何消耗狗狗的精力 第一個大家應該都知道就是玩玩具 這個是我們家僅有的兩個玩具 然後一個是章魚哥 這邊有啾啾 下面這邊是就是 全部都可以這樣子四散的咬 裡面的話是響指的聲音 這個的話是小寶很愛的 然後後來又加入了這個蛇 這個頭可以按 然後一樣的是響指 小寶很愛響指 所以我都會買這種的 一定要有這種聲音 然後這邊我很愛 就是牠還有這個 兩個都是響指的玩具 通常小寶就會咬這邊 然後我會抓著這裡輕輕的這樣跟牠拉 因為像這種小寶妹 小寶的力氣實在很小 所以我抓這邊 牠一下就會把牠抽走了 所以我就會抓這邊 其實好的玩具只需要一兩個就夠了 除非你家的狗很容易對玩具玩膩 你可能要就是常常更新 但是小寶就是牠可以同一個玩具 牠會玩很久 原本其實只有這一隻 那後來我會覺得說 牠是不是可能會膩 所以我就再買了這一隻 結果牠真的是比較常玩這一隻 那這隻還是有在玩 所以說這兩個都是小寶很愛的玩具 那玩玩具之前有在我的影片有拍 你們可以看這邊 像幼犬的話 一天要陪狗狗玩具 差不多一個小時 那是總加一個小時 不是說一次玩一個小時 一次玩一個小時 牠們有些犬種可能也OK啦 就像捷克羅素 然後黃金獵犬 大型犬 我說的一個小時 是指片段式的一個小時 比如說狗狗早上起來 牠就想要玩玩具 幼犬通常會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陪牠玩個 15到半個小時 之後中午可能陪牠玩 5分鐘10分鐘 然後下午再20分鐘 總加起來超過一個小時 或到一個半兩個小時都可以 這樣子去消耗牠的精力 如果你沒有陪狗狗玩玩具的這個習慣 你可能要培養起來 不然的話狗狗很容易 因為在半夜的時候會有睡覺的情況 再來玩玩具你要玩的好玩 不要就是這樣 舉很高 然後這樣子 好像很無聊 因為玩具其實就是狗狗的獵物 你們有發現狗狗不用訓練牠 從小就會跟著移動的物體走 會咬 而且並會這樣跟你拉扯 牠們也喜歡跟你拉扯 一旦喜歡拉扯 牠們也會自動的把玩具叼給你 想要跟你一起拉扯 就這樣就可以教會你的石灰 因為狗狗基因裡面 天生就設定 牠們要去追捕獵物 這是牠們的一個狩獵行為 因為大家要想狗狗以前的工作是什麼 就是獵老鼠啊 獵熊啊 然後獵歡啊 獵小兔子啊 就獵種種種的 那因為牠現在住在我們家 就沒有辦法去獵這些動物 獵物的玩具給牠玩 像這個聲音也就是模擬獵物 在垂直掙扎的聲音 然後這個就是翅膀拍打的聲音 那這個我就不知道 當我們在地上滑來滑去的時候 就是獵物在跑的時候 那有時候會跳一下會跳一下 第二個是狗狗的散步 每一隻狗狗需要的散步時間 可能不同 那也會因為品種而有所不同 比如說像獵犬 傑克羅素 黃金獵犬 蠟腸犬 或是像大型犬的哈士奇 拉布拉多 就是以前有很多工作的那種狗狗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自己的品種狗 以前是做什麼工作的 你就大概需要去滿足牠那個量 還有那個邊境牧羊犬 就這類工作犬 包括米克斯 他們其實也是蠻大的活動量 因為他們可能要在山裡跑來跑去的 那像幼犬 牠可能需要的精力消耗也是特別多的 尤其幼犬牠又是比較一次性爆發 就是牠醒著的時候是很嗨很嗨 但牠一下就會沒電 然後就會睡一睡一睡 睡一下下又醒來 然後很爆發很爆發 不一定是每一隻幼犬都這樣 但是大部分是這樣子 所以你就要在幼犬 在牠醒著的時候 可能帶牠出去做社會化 帶牠下去撩狗 那撩狗的時間長度 我建議是以少量多參試的撩狗方式 比如說你一天可以分個三次 然後每一次15到30分鐘 那你這樣一天就可以有45到1小時半的撩狗時間 那依照狗狗的不同 有些狗牠可以在外面探索蠻久的 那你就可以再撩長一點 你可以一次半小一小都沒有關係 就是注意一下狗狗的安定訊 要跟壓力轉移行為 那些就可以了 那有些狗狗牠可能就是比較怕生一點點 或者是牠比較膽小一點點 沒有辦法探索太久 可能就會哭叫啊那種的 你就要去設定 比如說牠6 20分鐘就會哭叫 那你大概抓15到15分鐘 你就先帶牠回來 中午的時候再帶牠去下一次 晚上可能再一次這樣子 我建議一天是三次啦 如果是幼犬的話 社會化 因為你白天也要讓牠看 晚上也要讓牠看 甚至下雨天的時候 也要讓牠看看外面 然後去不同的地方 但是幼犬又不像人類一樣 就是社會化期這麼長 因為狗狗通常你拿到手的時候已經兩個多月 比如說兩個半 那牠的社會化就是抓三個半月以前 所以你只剩下一個月的時間可以做社會化 那你當然一天要出去三次啊 不然的話就是 很多事情狗狗就會看不到 那過了這個社會化期的時候 牠就會出現一些 所謂的就是我之前拍的恐懼期 你們可以看這邊 也就是牠會對牠沒有看過的事情 會產生害怕 比如說廢教驅趕 或是迴避的這些行為 再來6個狗 就是一個狗狗無感的一個刺激 牠可以聞到聽到看到 牠可以接觸到地面 不同的材質 對狗狗來說是會非常消耗精力的 再來牠可能會就是用鼻子去做繡紋 鼻子是狗狗第一感官嘛 我們的第一感官是眼睛 所以我們會用眼睛看很多的資訊 狗狗是用鼻子吸收很多的資訊 這樣很大量的資訊在狗狗的腦內 牠們都會去消耗掉很多很多的腦力 那就有辦法在夜間的時候好好的睡一覺 然後再來是狗狗的啃咬 那其實啃咬在狗狗的需求裡面也是一塊哦 這個是小寶的貓牛骨 你看一點點 我都買最大根的 然後就是可以啃很久 因為牠其實也ok啦 欸這個好像是中型的 不是最大根的 差不多是這樣子 比較愛啃咬的狗狗 你也可以買鹿角給牠 或者是耐咬史迪克 或者是牛腱棒啊 或是像豬耳朵羊耳朵這種的 可是豬耳朵跟羊耳朵 牠可能一下就會啃掉 所以買這種比較耐啃的 比較可以符合狗狗的啃咬需求 如果你不提供牠這些的話 有一些比較愛啃咬的狗狗 牠可能就會開始啃你的家具 狗狗透過這樣子啃咬啊 牠們也可以釋放多巴胺 幫助牠們紓壓 然後獲得一種愉悅開心的感覺 所以啃咬需求是很重要的喔 大家要記得 每隻狗狗啃咬的時間也不一樣 有些狗喜歡在散完步回來 啃咬一下然後就睡覺 然後有些狗喜歡在吃完飯的時候啃一下 或者是像小寶透過啃咬來告訴你說我餓了 那有些狗是無聊的時候牠就啃 或者是想引起你的注意的時候就啃 想要引起你的注意的啃咬 你們可以透過訓練擺在這邊 那狗狗如果一啃的時候 你就馬上衝過去說 欸你在啃這個喔 假裝搶一下然後或者是就是跟牠這樣子拉一拉 然後或者是就是拉著 然後牠邊啃你就拿著 這對幼犬來說非常有用 牠會覺得說啃這個就可以被你注意到 牠就會很喜歡啃這個 那也會養成啃咬的一個習慣 那狗狗當然就可以不用去煩你啦 你看牠寶又要舔手了 牠最近很喜歡舔那隻手 或者去檢查牠的手是沒有問題 那像你們家狗狗如果就是喜歡舔手的啊 千萬不要一直去制止牠 比如說不要舔了不要舔了 不准舔不准舔 這樣狗狗會舔得更厲害喔 因為牠覺得你有關注到牠 牠覺得你會衝過來 然後牠會覺得啃手是對的 所以我都不理牠就讓牠在那邊舔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你的狗舔手舔太久 你可以跟牠玩具或是轉移牠 然後比如說就是抱起來摸一摸啊這樣 那最後一個是利用狗狗吃飯這件事情來消耗精力 也就是說市面上有很多那個球類的 滾來滾去的或不倒翁的 它就是有一個洞嘛 狗狗要透過撥啊鼻子推啊 各式各樣嘗試來讓那個食物從那個露食器 抑制玩具裡面掉出來 這類的產品其實現在寵物店 或者是網路上都超級的多 你們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繡文坦跟繡文玩具還有繡文球 它就是都是同樣的意思 我記得之前有拍一部就是 兩分鐘DIY狗狗的玩具 這邊 裡面就有講到一些繡文的餵食方式 阿寶欣寫來擦玩玩具 來看一下 就這樣子在地上的方式跟狗狗玩 然後再拉高然後讓它這樣子咬 有時候我會發出這樣讓它更嗨一點 我為什麼會喜歡這個玩具 因為這種 我其實就不用在這邊 哇好乖喔好乖喔好乖喔 就很吵了 我真的不需要叫啊 我以前會買就是安靜的玩具 就是沒有橘橘也沒有箱子的玩具 然後在那邊 啊 小寶小寶小寶 我真的很累 然後我後來就是直接用這種方式 然後我就安安靜靜的這樣子 很懶 養狗養到很懶了 越養越懶 那小寶一天玩具的次數是一到兩次 牠是已經老了啦 5歲了 以前小時候玩的可兇了 每天都玩不知道10幾次 你看牠把牠把 我掉到一隻狗了 牠把我咬合力道還是蠻夠 阿寶好冷辣喔 在拍东西的啊 去 阿寶 进去 不要玩了 不要玩了 它在信头上 所以比如说像幼泉要吃三餐四餐 五餐六餐的话 那你每一次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喂食 那抑制玩具有一些太难的也是需要教的喔 比如说这个球 它怎么推都推不出来 狗狗可能有些就星星然就走了 那你可以偷偷在旁边就是丢几颗 假装是狗狗自己弄出来的 让它有兴趣一直去推这个球 等于就是像在奖励它推球这样子 它一推的时候就 你就给它一颗 推一 推的时候给它一颗 直到它能够自己把这个球推出一些饲料出来 那这样你就训练成功 然后你再慢慢买一些境界的产品 比如说是那种food puzzle 就是狗狗需要翻开这个盖子 然后转动 就你们上场打food puzzle 就食物拼图 你就可以收到狗狗一大堆的抑制玩具 那或是你打狗狗抑制玩具 你们也可以收到很多这样子的产品 那今天讲了这么多 其实重点就在于 如何去消耗狗狗的精力 如果大家有发明什么 能够消耗狗狗精力的方式 也欢迎告诉我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啰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帮我按赞 也别忘了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再见啰 拜拜